還記得那個怎麼打 也打不完的關卡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凱 歡迎回到神魔時光機 在本週我們要帶大家回顧那些經典的青春輪迴 讓我們一起回到最初的神魔版本 從一開始的輪迴開始探索吧! GO! 那麼時間來到了最初代的輪迴 有人說初代輪迴在神魔1.0版本的時候就推出了 也有人說在比較後面的版本推出 但無論如何這個關卡無疑是當時候超夢演技的難度 因為當時候玩家只能邊打邊探索 資訊並不像現在這麼公開透明 甚至網路上也流傳著一些假消息 這都讓玩家挑戰這個關卡顯得更刺激 更有挑戰性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初代的輪迴 名字就叫做輪迴 以人面怪鳥作為終點 共50層的一個挑戰 在那個時期前30關其實就是考驗玩家的基本實力 最難的部分要從46關開始說起 你會分別遇到連擊的三太子 看起來很兇的雅典娜 以及你帶不走他 他就帶走你的反擊埃及神 再來到最終正手的BOSS 越戰越強的大聖 如果你能夠順利通關這些關卡的話 最終在輪迴鏡頭等著你的事 看著你笑 笑得你心裡發寒的人面怪鳥 雖然看起來非常可愛 但是他的傷害可是有9999的連擊 所以你不帶走他 他也會帶走你 而且他會嘲笑你 很多人挑戰完大聖 正當他們要擺出勝利的手勢之後 發現來到王關居然卡住了 在這個時候千言萬語也無法形容心中的幹 於是人面怪鳥就成為了這個輪迴中最有特色的最終BOSS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分別在2014年以及2015年都有分別復刻共兩次的輪迴關卡 其中還必須使用官方的指定隊伍 鴨血三屋隊 也就讓大家除了能夠體驗當時的關卡之外 也攔起了初代玩神魔的熱情 我們緊接著來到了市場 第二個輪迴 密賢輪迴 在2014年首度推出 剛推出的難度就讓大家驚艷 從20關開始就有各式各樣的G8盾出現 並且隨機關卡的設定也讓大家印象深刻 比如說第28關 假如你遇到的是種族克制盾 你帶上單一種族 在這邊直接被玩爆 於是運氣正式成為了輪迴重要的元素之一 但其實這個關卡還有更多更多的G8盾喔 比如說在43關你會遇到雙魚 它不是普通的雙魚 它會復活 原本就有66萬的超高血量 在復活之後更是達到了122萬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對於當時的隊伍來講 你是必須要爆發全開 才能打過去的一個強度喔 並且它的傷害1萬把 在當時隊伍根本擋不掉 於是這邊就成為了大家 首先會遇到的夢魘級敵人 不過還沒玩 緊接著在45關登場越戰越強的火屋 在這邊最怕打它的時候它的血量更新 它只要剩下一點點的血量 接下來就是開始它表演的時候了 它會用數十倍的傷害反擊你 讓你直接回家 所以在這邊就是我最怕的關卡了 緊接著來到了46關 也不是一位好惹的人物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只有10滴人觸無害的樣子 但它可是有超高的攻擊力以及防禦力 於是對當時的隊伍來講 你必須一滴一滴的打它 你要在兩回合之內打10滴 也就是你不能有任何一個回合卡攻擊珠子 在這邊除了考驗你的手轉之外 也考驗你的運氣 再來是最終的大BOSS 49關的扣血90%光暗希拉 這邊有著全輪回最高的血量250萬 我們剛剛有提到 100多萬的雙魚就讓大家受不了了 那這邊是足足人家的兩倍 在現在聽起來固定扣血90%好像沒什麼 但要注意當時普遍隊伍的回復力通常都不高 所以在這邊基本上就是要一波的帶走敵人了 於是當你爆發全開用盡全力hold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到眼前出現的是人面怪鳥 這個輪迴的最終關又是人面怪鳥啦 於是在這個時候召喚師就有一種 我挑戰到最後就是要看到人面怪鳥的一種心情 那麼時間又經過了一年 來到了2015年開放了全新的輪迴 雙鳥輪迴 喔不是啦 是不滅輪迴 在這個輪迴最著名的就是王冠有兩隻鳥 分別的是怪鳥 以及它的小小鳥雀鳥 不過隨著鳥的數量加倍 關卡的難度也隨之加倍 那麼剛好在這個時候是神魔全新8.0的改版 有非常多新的G8盾首度亮相 包括黑白盾以及冰凍珠 你都可以發現到這些新的G8盾很巧妙的 就用在這個新的輪迴身上啦 除此之外還有37怪的能力繼承 這個是雙體共生的進階版 你知道在這個關卡中 打死其中一個敵人 另外一個敵人直接繼承另外一個敵人的能力 就等於是兩隻瞬間合體 不論是攻擊力以及血量 各方面都是翻倍的一個情況喔 在融合過後不僅有100萬的防禦力 還有雙倍的攻擊力 甚至它是CDE 所以你沒有帶走它 你就是明天再來囉 再來來到了44關 正當你以為可以休息喘口氣的時候 沒想到這時候敵方給你一個重擊 你的整版出現了冰凍珠 在當時候幾乎沒有主動技能 可以直接解決到冰凍珠 於是在這邊待越久 你很有可能所有的回復珠子直接被冰凍住 你就沒辦法繼續戰鬥了 這邊最好的策略是趕快帶走它 那麼帶走之後緊接著來到了48關 就是最著名的陶德小丑關啦 在這邊陶德的技能是15連擊盾 小丑則是越攻越強 並且帶有30萬的防禦力 要注意當時候的平砍標準是10萬 所以這邊你要帶走小丑以及陶德 你要先打15下之後 然後再開一個有一定程度的爆發 才能夠帶走他們兩個 有非常多的情況是 你帶走了陶德 但卻帶不走小丑 這是最尷尬的一個情況 你只能默默的看著小丑打你越來越痛 於是這一關就成為了當時候玩家的夢魘關卡啦 但最難的是緊接著再過一關49關 又需要極限大爆發了 49關露西法總共有兩條協調 第一條血條會一直炸你的新珠 所以你沒有辦法那麼輕鬆的回血 再來到第二條血條 更是有高達600萬的超厚血量 但是我們剛剛在陶德那邊已經開完所有的爆發了 在這個時候你只能任命的洗技能 敵方是越戰越強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能在不打他這麼痛的情況下 慢慢的洗技能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是最緊張最刺激的時候 當你洗好所有技能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出最極限的傷害 一波帶走他 接著又來到了熟悉的畫面 只不過這一次是雙倍的小鳥、大鳥以及雛鳥 在打過他們之後也就正式的宣告你通關最難的 不滅輪迴了 那麼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不滅輪迴是史上復刻次數最多的輪迴 一共復刻過三次 分別在2016年、2017年、2018年都有他們復刻的足跡喔 那麼首次在2016年的復刻 他更更改了名字成為了不滅輪迴的試煉 這次的改動也帶來了全新的限制 一共分三階段開放 第一次開放是完整的50關體驗 那你必須用指定的隊伍去挑戰 不過隨著第二、三次的開放 他把關卡縮減到了只讓玩家體驗後面20關的部分 那仍然是用指定的隊伍去做挑戰 其後來到了2017年第二次的改動 這一次把關卡變成了40關 並且你只需要消耗15體就可以無限次數的挑戰 再過一年最後的復刻2018年 這一次帶來了最G8的限制 並且在這25關之內你必須50回合之內通關 更甚至你的隊伍不能發動主動技能 然而這就是史上最後一次不滅輪迴的復刻了 在這邊我們稍微的把時間往前調點到2015年 那個不滅輪迴關掉的當下 在那時候取而代之新的輪迴是虛幻輪迴 這個新的輪迴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改動 首先是關卡從原本的50關限縮到只有40關的挑戰 然而在這40關之內小怪大幅的減少 讓每一關都成為精華的G8王關 於是關卡挑戰越來越高壓 然而BOSS也不再是人面怪鳥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八瘋王 關卡的難度也有所提升 35關來到讓人家最通通的隨機屬性盾牌 在這邊你只能消除指定的屬性主 所以這邊不但是考驗你的手轉 也考驗你的運氣 那麼緊接著下一關就是傳說中文風喪膽的 無限回復越攻越強奧丁 在這邊你只要一旦血量沒有算好 沒有帶走他 他就會無限的回血 更何況他的血量有高達1000萬 你可以發現到在這個時候 輪迴不但是盾牌越做越G8 他的血量也隨之的在膨脹 那麼緊接著更是考驗你的手轉 來到了38關 你必須在5回合之內消到8COMBO以上 才能夠順利的擊潰咒死 然而就當你以為擊敗了最終的BOSS來到王關之後 發現遺見你的不是可愛的小鳥 而是最終的霸風王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 在王關還有一個可愛的莫莉 會幫你回復技能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做版面的整理 但最可惜的是在此之後 就再也沒辦法在王關見到可愛的小鳥了 其後登場的不朽輪迴更是以毒龍作為最終的BOSS 他的三回合攻擊無效更是讓大家印象深刻 從這個時候新的輪迴不再是一種神話 而是大家都可以用多元的隊伍去做挑戰 也讓大家體驗到更不一樣的輪迴體驗 然而就在大家好像適應了原本的輪迴模式之後 全新的輪迴變革 無限輪迴登場 過名思義這個輪迴沒有止境 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回合限制 第二個無限挑戰 一進場我們只有15回合 然而隨著你每次通過一關 就會幫你額外增加3回合 不過這個關卡有分週末 一週末是30關 第二週末一樣的關卡 不過敵人的生命力以及血量都會持續的往上提升 來到了三週末 敵人更是額外提升了2.25倍的血量 1.21倍的攻擊力加成 然而這個關卡是無限的 所以這個數字會無限的膨脹 然而就當時候的隊伍而言頂多 就只能挑戰到三週末其實已經是極限了 或許觀眾聽到這邊也跟我一樣有相同的問題 如果這個關卡在現在復刻的話 初音或是秦始皇這種極度崩壞的隊伍 到底可以達到幾週末呢? 或許官方也可以考慮在這個時候復刻看看喔! 那麼在最後要來帶大家回顧近期最大型的輪迴 連戰瘋王 時間來到了無限輪迴結束的當下 那麼在這期間陸續復刻了許多小輪迴以及舊的輪迴 直到了2018年一個全新強度 連戰瘋王登場 這個輪迴顧名思義 由各個瘋王擔任看守者 讓大家想起在爬塔時候的那種感覺 從一封一路打到舊瘋王 然而每個瘋王都各具特色 那麼首先登場的一封王薩魯曼 保留了當初他地獄級的特色 那個機車的隨機COMBO隊 如果你在薩魯曼前一關遇到的是爭扮問號 其實在這邊你就只能憑著印象 轉出那3到6COMBO的隨機COMBO 緊接著登場的是第10關以及第15關的日狼、月狼 在這邊保留了他們在夢魘集所登場的特色 分別有黑白豬以及電子豬 再來是三封王奧丁 在這邊有20%的自殘等 但你的回復率是減半的 所以在這邊只要你一旦沒有辦法回血回過來 這邊就直接GG了 而四封王以及五封王更是加深了他們在夢魘集裡面的特色 包括有同歸於盾以及異補盾 尤其獨龍的異補盾更是加強難度 多了越戰越強 讓你在面對異補盾不能慢慢磨過 但是後段般的封王難度直線上升 六封王入吸法有崩壞的雙血條 第一條血條除了讓你的轉租時間剩下3秒之外 還帶來了隨機COMBO盾 如果你在這邊不把負面效果給擠掉的話 在他的第二條血條更是有8匡以上的限制盾牌 那麼緊接著來到了七封王更是著名的水木同康盾 加上整版的凍結柱雙血條 就在你以為解決到這些瘋王已經很厲害的同時 緊接著登場的八封王更是帶來了他在地獄級的特性 讓你的回復力歸零 在你經過了前面重重的考驗之後 最終難度的九封王在王關等著你 第一條血條就是著名的紅綠燈加上隨機COMBO盾 這邊不只考驗玩家的手轉 並且來到第二條血條幫你轉出大量暗珠 還不能手消暗珠 在最後都考驗著玩家的手轉 於是如果你的隊伍能夠通關這麼複雜的關卡 在當時的確那就是一線的槍隊了 當然這個其中還有一些非常經驗的關卡 是一定要跟大家介紹的 其中包含12關你會隨機的遇到玄武 也就是大家最不想要面對的無屬強化盾 除了你開技能解決之外 在這邊如果你靠手轉的話 基本上要運氣夠好 因為你必須在3回合之內帶走他 不然你就會被他10萬攻擊打到趴 再來真的是最經典的第32關 隨機會遇到45000弦 你一旦遇到他 你隊伍沒有超過這個血量 直接下去了 在當時候其實有3萬血量 已經是非常高標的一個隊伍了 更不用去講說巴龍有4萬多的血量 啊!這邊就讓我想起來 當時巴龍真的是一線隊伍欸 看看巴龍現在真的還在旁邊哭 官方救救巴龍好嗎? 那麼想哭的回憶在這邊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囉 我知道有非常多小型輪迴我們還沒有回顧到的 我們會專門做一集小型輪迴的時光機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或許大家在心目中都有一個最喜歡的輪迴 以及最喜歡的隊伍 也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你的專屬輪迴回憶 所以在這邊也期許官方在未來能夠做出更經典 更讓大家開心的輪迴關卡 那麼就讓我們帶著過去美好的回憶 往更有希望的未來邁進吧 那麼我是奧一凱 別忘了每週二晚上7點鐘 蛇魔時光機準時與你相見 如果說你想要看到全新的一集的話 別忘了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 如果你想要看到之前我們做過的系列作 別忘了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 那麼我們就下週的蛇魔時光機再會囉 大家晚安 掰掰